Hello 大家好,我是尚卡,歡迎來到小便當中 今天冒為大家帶來全新的 神魔1800特別報導喔 這次報導是在昨天下午就發布了 但是我今天才有時間錄給大家 那我們就要一起來看看 神魔到底又爆雷了什麼 在今年即將推出的部分 有三個就有的角色即將上修 分別是毒龍、梅姐以及是原作武士 毒龍是異空轉生 梅姐跟原作武士則是進行潛能解放 相信大家最有興趣的應該就是梅姐的淺姐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樂觀 因為現在大概是0102推出的一個時間 奠定了木隊最強隊長之一的一個風氣 所以未來如果梅姐一樣身為木人 要在帶領木隊我覺得是加強幅度是有限的 但我預計他可能做的頂多是跟0102差不多的隊長強度已經是很不錯了 所以大家其實也不要抱得太樂觀 說梅姐一定就還可以淺姐再度的倍率崩壞 我覺得是可能性是不大的 那當然官方會怎麼設計呢 我只能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自己也不知道 希望官方是可以打我的臉啦 那就把梅姐做得超強 好不好 這個我倒是很期待 不過像這種就有的卡片強化呢 通常大部分都還是當隊員的價值會比較高一點 尤其是梅姐這個實在是前後夾擊 前面有鐵扇這麼強的隊員 後面又有0102這個奪去木隊最強隊長的一個改版 所以我覺得梅姐現在的處境是非常的尷尬 那至於怎麼改呢 就看官方的操作 好那再來是圓桌武士 圓桌武士的前解最期待的 我自己最期待只有兩隻吧 第一個是亞瑟 第二個是藍斯洛特 亞瑟的部分呢 在之前是號稱平砍王的部分 那不知道在前解之後 還會不會維持這個原有的特色 好 但我覺得是很難的 因為現在要談到平砍王 我覺得都至少要百億 接近百億的平砍才能叫做平砍王吧 畢竟現在身在一個倍率膨脹的年代 所以如果說亞瑟要找回他的特色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啦 好那再來的話 藍斯洛特我則是希望 他是可以多一些解版能力啊 畢竟現在常駐增傷之外呢 通常還帶有一個解版能力 才會比較常有出版 出場的一個機會 像是皮卡 他帶有解鎖 然後雪未來 他可以帶有解冰凍珠之類的 所以現在常駐增傷的要求 是越來越嚴格了 所以如果大家 官方是可以把這兩隻角色做得好的話 那我覺得 圓桌伍斯前傑是值得期待的一個改版 好那再來是 巴比倫系列呢 即將也是在下個版本會獲得上修的能力喔 不過巴比倫我覺得 他最難應該是在於他的消除方式需要直航 那現在G8盾那麼多的情況下 真的是很難直航 所以這個就看官方怎麼去改 好那再來最重要的反而是在今年的聖誕節呢 會推出自家EVA相關的合作角色卡片喔 那之前其實有類似的操作 比如說在去年呢 有推出這個皮卡 聖誕版的皮卡 也就是伊貝斯 所以這一次應該是差不多的一個做法啦 推出這個天選卡核 讓大家抽這個跟EVA一樣技能的自家卡片 那這個不過還有 官方還有附帶說明 下座的軍人將會有過去擁有的合作的新角色資訊公佈 我猜應該是閻西之類的吧 我預測啦 過去合作的新角色 那不就是閻西嗎 如果說他是一個別的IP的話 他應該會在特別宣傳 那他這個感覺寫在這邊就是 呃... 舊友的 然後常常合作的這種IP 那可能就是閻西吧 我猜的啦 好那我們回來看一下EVA這個合作卡片 如果真的要出的話喔 我認為EVA真的有蠻多卡片可以出的 比如說最好的例子就是真士 這是一定要出的 因為真士呢在變身後呢 無視拼圖 解無數同級 甚至還可以 還可以這個 呃... 戒王拳 所以真的是超好用 然後再來第二個技能還可以還原版面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一定一定要復刻的一張卡片 那再來呢 我不知道官方會不會出一個 跟真士開技能 組合技能這個的一個搭配 不過靈波靈也算是不錯的一個隊員 可以炸板 然後可以開這個組合技能 好再來 明日香死 我覺得也是一定要復刻的吧 這個固定版面也是蠻香的 不過更重要的我想應該是這個 小蔣 小蔣不知道會不會復刻喔 這個巫女系列 他算是可以取代水屋的一張好卡片 那講到免費卡呢 應該要復刻就是這個13號機吧 欸這樣會不會要求太多 13號機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復刻的話 一定要一定要做出來 這張卡片真的太重要了 他同時兼具解鎖加扛 以及帶他的武裝龍刻 可以無視攻前盾的多種結伴能力啦 不過不知道像是這種做成自家的卡片 會不會連武裝龍刻也一起復刻 這個就可以期待一下 再來最後要提到這個免費的定員堂 這張卡片最重要的是他隊伍技能 是可以直接加龍刻的能量 所以我不知道這些會復刻多少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自己最想要復刻的EVA系列 除了官方看到還有機會做最後的修改 畢竟聖誕節還有很久嘛 好那這個大概是在今年 三個最重要關於舊有的卡片 復刻或者是上修的一個消息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關於未來的比較一些 小小的消息啦 包含是下一個黑金有這個語音跟造型 那八月份會推出閱讀造型 那再來還有之後會有部分付費的造型 可以用金風頭原石入手 那挑戰的關卡方面這個就不用看了 就是官方在講幹話 好然後再來的話 遊戲方面的話也是還好 這個也沒什麼重要的 好那大概是1800特別報導的一個重點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按下你的對愛的鈕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手新的影片就介紹了你 我是翰翰翰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